然后接下来呢 做好这件事情之后 我们是不是就有各个栏位了 请问一下年度 这个100 全部都是100 代表100年 需不需要去做加总 不需要加总的话 我们是不是应该把它定义为 不是数值的资料 所以如何去做 这个栏位属性的设定呢 这边现在看到是不是数值 所以请点它 切换变成什么 Stream 当然可不可以切换变成日期 可以的 那我们就把它设成是日期 但是您设成日期的话 刚刚是不是就有什么 100 对不对 它会变成什么 它会变成这一天 所以不要设定为这个日期 因为我们真实给它那个100 它看不懂 100是日期这件事 所以我们只能把它设为 还原一下 Ctrl加Z 还原一下 变成Stream 好来 麻烦请改成Stream 那后面这几个就都是数值了 那这些我相信你们可能都会算 例如说总共这个冷冻牛肉 好 9080 然后总共这边去做一个检验502 然后呢 那检验的比例就是这两个相除嘛 就是502 是分子 然后这个9080 这个查验P数应该是什么 那个除 除数 然后检验P数应该是被除数 然后得到这个数值 那这边我们就可以知道说 不合格的一个P数这边 它呈现有46 就是502里面 还有46 是不合格的 那不合格的比例呢 又占多少 那就是 46是我们的什么 被除数 然后除数是这个检验P数 好就可以算出这个数值了 这我想应该都没有什么问题 这基本的国小的数学 应该都可以算出来